林更新生活中像个花花公子 但只要和赵丽颖在一起就是纯爱战士 在与凤行杀青时 林更新的情绪彻底失控 那天周围的工作人员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只有林更新一个人哭得特别惨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那种 赵丽颖看到后就摸了摸她的头想安慰她 结果林狗好像更破防了 哭的声音更大了 一起拍大合照时 上一秒林更新还开心的合不拢嘴 下一秒看到前面的赵丽颖瞬间情绪失落 谁懂啊 她好像真的要碎掉了 两人一起参加与凤行的发布会时 林更新全程有一种结婚的紧张感 落座之前先观察赵丽颖的状态 准备上台时 林狗怕银宝裙子太长摔倒 她就跟在后面一只手提着裙子 一只手护着银宝 上台阶提裙子上台后摆动裙脚 一边整理一边开心的刺着大牙 网友蜡评 从来没见林更新这么忙过 在台上玩头虎游戏时 看到主持人拉银宝的胳膊 林更新立马护短 赵丽颖夸她的时候 嘴角更是比AK还难呀 估计也就只有在赵丽颖面前 能看到如此娇羞的林更新了 与奉行全员一起开直播时 刘冠林直接贴脸开大 问林狗和赵丽颖拉斯的戏份 耳朵怎么这么红 林更新此时的表情 好像在说 你让我想想该怎么回答 你的胳膊手碰到了 然后你的耳朵怎么那么红啊 你那手挖的 脸红 但国王哥可没打算 这么轻易的放过他 再次开脉询问 眼看怎么都圆不过去了 林保开口为他解围 当时我在耳朵会 太牛了 国王哥 你什么也不该问 我都做我这个脸红特效的时候 顺带给他的耳朵也做了 承认吧 你们整个剧组 都在嗑形影不离 而林更新对赵丽颖的不同 早在楚桥传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端倪 当时有一场哭戏 林保拍完后 迟迟无法走出情绪 在片场哭了很长的时间 林更新也不敢上前安慰 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小熊 放在了林保的车里 希望他收工回去的时候 心情能好点 拍一场戏 哭着吧 一直哭着吧 哭着吧 不一定 不错 在这部剧中 还有一场吻戏 两人拍完之后 赵丽颖不是特别满意 本想着喊林更新再拍一条 结果转头发现 他早已害羞的跑回了房车 虽然林更新近几年拍戏比较少 但是在之前的剧中 吻戏可不少 这还是第一次看见他 会因为一场清水吻戏 害羞到逃跑 怪不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之所以接楚桥传 是因为女主持赵丽颖 当年 这部剧的结局 是无数人的一难评 所以林更新 应远被骂 也要接下雨奉行 他希望在这部剧中 吻莹宝给大家找回遗憾 不管是剧里还是剧外 林狗对莹宝肯定有动心过 只是不敢追 因为丽颖看起来就是 不论对待工作还是感情 都很认真 他太优秀了 做什么都认真专注 做到完美 这样一个女孩 很难不被吸引吧 林狗怕自己驾驭不了 会伤害人家 所以只能当个朋友 偷偷放在心里 从只能蹲在角落的位置 到淡定的站在C位 不是我慧眼石珠 发现了赵丽颖 而是他披荆斩棘 走到了大家面前 2017年 赵丽颖出席时尚 八杀慈善晚宴 彼时的他 虽然已经手握好几部爆款剧 但从他羞涩拘谨的神色 可以看出 除了拍戏之外 他真的应付不来这种场合 在拍大合照的环节 很多没有捐款的明星 都争相抢占中间位置 而捐款70万的赢榜 却被安排蹲在角落里 赵丽颖本来就很娇小 如果不是特意圈出来 恐怕很难发现他的身影 而一同围巴五花的杨密 妮妮等人 却能很从容的站在最显眼的位置 和赵丽颖相比 地位一目了然 下台之后 赵丽颖发现身边坐着的是前辈姚晨 本想礼貌的和他打招呼 可对方全程低头玩手机 根本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虽然挨着坐 但两人全程连个眼神交汇都没有 当主持人叫两人一起上台领奖时 赵丽颖也只能局促的拉着礼服走在后面 等姚晨先走远了之后 自己才敢默默的跟在身后 然而仅仅一年后 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去年春晚 央视不仅让赵丽颖连参加两场节目 还给她安排了六分钟独唱的时间 要知道赢宝在央视享受的待遇 可不是所有明星都能轻易拿到的 不仅如此 就连新华社都多次对赵姐进行采访 而一向傲娇的六公主 也专门拿出五分钟的时间 对她进行夸赞 赵丽颖开始走出舒适圈 挑战悬疑现实商战等题材 这连出演了《谁是凶手》 《幸福到万家》 《风吹半下》等背心各地的作品 非科班出身的赵丽颖 多年来曾经自己的努力 在对女电视剧领域全面开放 赵丽颖最近在参加戴比尔斯晚宴的时候 好像走到了自己的主场 她不再是从前那个 喂手喂脚的赵丽颖 而是主动站起来 和现场嘉宾敬酒 从视频中就能看出 当天赢宝整个人都在发光 自信从容的状态 让粉丝直呼惊艳 赵丽颖单枪匹马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 才走到如今的巅峰 她一直在不断开发新的领域 提升自己 赵丽颖身上的那股不服输的韧劲 才是萤火虫们最着迷的东西 而浪秦副总裁Bernardo Traplet 曾经在外网发文 令人惊叹的赵丽颖 多么温暖和优秀的人啊 一个真正的明星 和一种真正优雅相拼配的态度 只要有赵丽颖在的场合 她就是稳稳的C位 有细心的网友统计 营保不在的场合 那站在C位的 基本上都是总裁和中国区总裁 赵丽颖只要出席活动 就是妥妥的中间位置 一个细节可以看出 品牌真的很爱她 很尊重她 都说赵丽颖是赵氏孤儿 但从来都不是八五花 孤立了赵丽颖 而是赵姐把八五花抛弃了 杨幂和杨颖一直以来 关系都很好 而杨颖和妮妮一起拍戏 也成为了闺蜜 妮妮和刘诗诗又是很好的姐妹 刘诗诗和唐嫣 也是十几年的好闺蜜 所以八五花就这样 串在了一起挨个抱团 唯有赵丽颖 每次都是孤零零一个人 每次参加活动 她们都忙着交际 但赵姐每次都是一个人 安静的坐着 但她从不认为自己很孤独 而是非常的有仙剑之名 在古偶市场刚盛行的时候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进军古偶圈 什么样的年龄 演什么样的角色 赵姐从不需要有她们抱团取暖 而是努力打磨演技 给大家带来更优质的作品 直到看见雨凤行 被三家卫视抢制播出 才明白赵丽颖为何能碾压杨幂 稳坐收视绿女王的宝座 由杨幂主演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篇 与赵丽颖主演的雨凤行先后播出 粉丝们更是把所有的焦点 都投入到两位女主的身上 赵丽颖的雨凤行一上用 直接把服务器干到瘫痪 有900多万网友加班加点的追剧 将近1000万的预约量 成为内地电视剧全网预约人数历史第一 连播广告数量创下最新记录 开播当晚额的热度就突破了28000 比杨子的主演的大爆剧长相思热度还要高出几百倍 甚至有很多萤火虫为了第一时间看剧 都纷纷冲上了VIP 更离谱的是冲VIP居然还要排队 追了这么多年剧 还是第一次遇到冲会员要排队的 不得不说赵丽颖的抗剧能力就是牛 而这都还是保守的数据 还有很多人舍不得一集一集看的 强忍着等多更新一点一口气追完 虽说胡耀小红娘有杨幂主演 但不可否认这部剧是改编的动漫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很多人对这部剧的质疑声非常大 女主杨幂更是被无数网友吐槽年纪大 演不出灵动的感觉 虽然杨幂的演技和颜值也还在线的 但是奈何与奉行的女主是赵丽颖 两人同一时期 跻身一线流量小花的位置 但是赵丽颖与杨幂追求的东西不同 也逐渐拉开了距离 这些年杨幂为了完成对赌协议 拼了命的搞事业 为了赚钱 她接下了很多不适合自己的角色 也导致自己做演员的口碑直线下降 赵丽颖一直都在打磨演技 坚持着自己喜欢的东西 随着她的发展 已经从流量明星转型为实力派演员 相比于杨幂影视剧一直被网友诟病 她更在意往流量方面发展 除了前几年的白浅深入人心 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角色了 而赵丽颖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多年 没有靠任何人的帮助 置身一人从龙套演员到扛收视率的大女主 不仅演技得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还获得了很多有关演技的奖项 风吹半下和幸福到万家不同角色的塑造 让赵丽颖成功转型 如今回到自己最热爱和熟悉的仙侠领域 肯定会备受期待 本来两部剧同时定档三月上映 但没想到的是 杨幂的小红娘突然退出三月档的竞争 并官宣四月份再播出 这也让不少网友质疑 杨幂是不是担心自己新剧收视率不敌赵丽颖 毕竟王一博已经用亲身经历证明 作品撞到一起上映真的会很尴尬 三月二十一日日 由王一博王阳主演的追风者正式上映 不仅有妖妈的力挺还占据了黄金档 所以追风者上映后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甚至冲上了同时上映电视剧的首位 而羽凤行虽然比这部剧晚几天 但是一上映立马将追风者秒杀 好在两部剧的题材完全不同 国偶剧和谍战剧完全不在同一赛道 所以哪怕比不上也不会输得太难看 只能说赵丽颖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是大招 这样的成绩才配得上收拾女王的称号吧